好啦,來快速的介紹這款魔方出的 MS02 LIGHTS OF PEACE 就是NP等級的柯博文 然後是他的2.0 因為他們之前已經出過一隻NP等級的柯博文了 這次就是變形機構重新設計 盒子長這樣,背面這次 正面這個盒會超級正點的 就是這種屹立在大樓之間 然後整個背光這種感覺 但不曉得為什麼背面這個車子的盒會 就顯得非常幼稚 總之盒子長這樣 打開以後是一個吸塑包裝 裡面會有他的能量斧跟槍 還有機器人本體跟一小包 說明書 還有人物卡 還有他的連接車廂的配件 配件先放旁邊 人物卡長這樣 是一個很厚的塑膠卡材質 跟封面一樣的盒會 背面是這樣 還有能力素質幾乎全部拉滿 說明書 是這樣子一張很low的說明書 很沒質感 看過就算了 來看玩具本體 玩具本體長這樣 頭雕很帥 不過我覺得他這個 這邊尖角這裡 因為他零件應該是從這個尖角的地方剪斷的 所以他會 就是會有這個白色的 剪零件的痕跡 然後可能也是這個原因 會讓人覺得他 這兩個尖角好像兩邊高度不太一樣 兩邊的尖銳度不太一樣 就可能是剪零件的 剪的深度的差別造成的 也有可能只是我想太多 但這一隻 外觀是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整個比例很漂亮 腿部這邊這個喇叭褲的造型也是沒話講 然後整個破碎感也還好 跟某官方產品比起來的話 這腿真的是有夠漂亮 呵呵 比較不習慣的就是他手臂這邊線條 跟這個三角形沒有上色 但好像 G1柯博文本來在動畫裡面這一塊 就有時候有上色 有時候沒上色 還是根本從來就也沒上過色 我不是很確定 但就這個部分是可以原諒的 胸口透明零件很漂亮 這個透明欄非常漂亮 效果很好 可以看到他裡面的 矩陣的細節 多了一塊蓋板保護 也有電鍍零件 這個黑色的蓋板 往上掀開裡面就可以看到他的 能源矩陣 或者是說他的神火 能源矩陣 Metris 這個矩陣很難拿下來 因為沒什麼地方可以摳 那我就不把他拿 我就不把他拿下來了 就是 據說拿下來以後 他背面是沒有這些造型刻畫的 是比較偷懶的 砍鍋就酸了 胸口也有做出這個轉折 很漂亮 可動度方面 他頭這裡是一個球關 是這樣子的構造 球關跟開口就在這裡 所以他 往上看可以看到天空 抬頭幅度很大 然後低頭就因為會被 胸口這邊頂住 所以反而沒有什麼低頭的角度 旋轉啊左右側白扭頭 都是沒有問題的 手臂 這裡 有一個齒輪關節 這邊也還有一個轉軸關節 所以他光是這一節 往上抬就可以平舉90度了 再利用這個齒輪關節 整個是可以 把手臂抬到頭頂 是沒有問題的 轉一圈沒有問題 那這邊是那種定點式的關節 再來 這裡他還有一段可以 拉出來的關節 在這邊 所以他 這一節拉出來以後 他手臂 往前伸 就可以整個這樣子伸到 胸口 可以做出爆胸那一類的大動作 是這樣 這個拉伸關節很誇張啊 可以讓他做出很多大動作 有上手臂的平面迴轉 手肘有兩重關節 只不過他下面這一重關節比較緊 比較難凹 如果覺得太緊的話 可能可以考慮把這邊螺絲解鬆一點 利用這兩重關節他手臂是可以 整個折到對折 可以折到這個幅度 然後他下手臂也有一段旋轉關節 這是變形的需要 拳頭的部分 五隻手指都是獨立可動的 在這邊有一個轉軸 這邊有一個轉軸 讓拇指根部有球關 再來可以旋轉 也有做這個可以凹折的關節 所以他是可以做出撐地的動作 可以伏地挺身之類的 然後腰可以旋轉 也有魔方加一貫的拉伸關節 有這麼長的拉伸關節 可以拉到這樣 可以整個 做出 做出這樣子的拉伸動作 努力摸腳趾摸不到 大概是這樣 所以這一隻其實可動度是很誇張 但也還是比不上NNC那一隻就是了 NNC 那一隻內戰科是真的有誇張 好 如此 可以勉強摸腳趾 只是他 就這種關節構造一樣 整個拉出來以後 腰這邊就是很難看 就只能借角度拍照這樣 然後 腿前踢 齒輪關節 是會連前裙甲一起縮進去的這種構造 前踢可以踢到這麼高 稍微大於90度 這一隻我覺得他比較麻煩的就是 他雖然前裙甲會跟著他 腿前踢的時候縮進去 但是你把腿放回來的時候 這一塊不會整個完全回來 他會像這樣卡一半 這個時候你就是要把側裙甲 後裙甲稍微掀開一下 把手指戳進去 把他再推回來 我覺得這邊算是 算是沒有設計好吧 怎麼會沒有跟著回來 就一定要自己再手動把它喬回來 這一點其實在把玩上有點讓人不爽 側踢也是齒輪關節 側踢可以踢到這麼高 也是大於90度 後裙甲也是一個球關 可以往上掀開 往後折 後踢可以踢到這樣 也算是很優秀的幅度 然後 這個 這個關節構造真的是 讓人覺得有點危險危險的 好 有大腿的平面迴轉 膝蓋也是兩重關節 第一重也是齒輪關節 這個齒輪聲很好聽啊 聽了心情很爽啊 然後 下面這一段是定點式的關節 所以也是咔咔咔的 也是一個一個咔咔咔的 所以 兩重關節可以折到腿 這樣大腿貼小腿 然後 腳掌 有很 很優秀的接地 也可以 腳後跟也可以折 他這裡有一個球關 內部構造長這樣 腳掌也可以上下動 甚至 把他整個拉下來 這樣 就可以擺出他 譬如說 跪地的姿勢 齁 都是ok的 所以 這一隻基本上 可動是很優秀啊 幾乎你想擺任何人類POSE 他都是擺得出來的了 可能就是手不夠長吧 然後 呃就是缺可以左右彎腰的關節 所以他的POSE的自由度還是比不上MMC那款內戰柯博文 喔 但 G1柯博文可以做到這樣子的可動POSE的 應該也 目前也就只有魔方這一隻了 喔 就 把玩性是很 確實是很優秀啦 那關節手感也都很 不錯 因為他也是用了大量的齒輪關節 那像手軸這種轉軸關節也都蠻緊實的 甚至 下 下半段這一節我覺得做太緊了 他其實比較難彎一點 喔 不過要說一下的就是 這一隻他身上的紅色塑膠 其實我覺得手感很差 喔 他這個紅色塑膠特別薄特別脆 摸上去簡直就是 會讓人覺得是夜市盜版玩具那種等級 喔 手感很差 然後像這邊啊 這種邊邊角角的這種 好像有白痕的感覺 就有點可怕 喔 然後 湯口沒處理好 這種問題就是算小問題了 真的 這個 邊邊角角的這種白痕 然後還有其他的地方也是都有一些白痕 我就很擔心這一隻的材質問題 齁 像他腳板的藍色塑膠也是 就等一下有看到再給大家看 總之我覺得這一隻怎麼會用這麼薄脆的材質來做 那像他的紅色的部分就通通都是塑料原色 他沒有特別上色所以 雖然他有做一層消光的質感啊 可是還是會覺得比較 比較 比較 比較廉價感一點點 喔 那他也會有一些像塑膠的收縮凹陷這些 喔 就都沒有處理好 喔 我是覺得他 以他的定價然後 給這個品質有點對不起他的價位 加上他身上也沒有什麼很明顯的 合金材質啊 或者是發光的機關之類的 通通都是沒有的 喔所以會覺得 有點CP值算是有點低啊 有點對不起他的價位 好啦 那配件方面呢 有這把能量斧 他在安裝上比較麻煩要這樣拆開 然後手要先握成拳頭狀 這樣就會形成一個方形的凹槽 就可以從這個卡榫從下往上扣上去 他會很漂亮的固定住 再把這個半球鑽回來 是這樣子的效果 然後槍 就毫無任何反應 只是一把全黑的槍 沒有任何塗裝 也沒有發光功能 沒有任何變形結構 算是讓人感覺很偷懶的一個配件 利用手掌中心 這邊有一個方形的小凹槽 可以去接握把上這個小凸點 好 就是這樣 感覺這兩個武器配件 都是一種有做給你就好了的心態 相對來講感覺沒誠意一點 看過就算了 那就來看他的變形過程吧 那變形一樣 首先呢就是縮手 盡量把它捏成拳頭 然後這邊看一下他手臂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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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小缺口 就是讓你可以把指甲戳進去 然後把這邊 這個卡榫摳開的 這邊有一個卡榫結合 這一塊摳開以後 把它 往下放 往下拉 拉出來 它裡面是有很多段 轉軸可以拉伸的 這裡有一片小分件 把它翻出來 拳頭就可以縮進去 好 然後 這邊 上手臂 先利用它上手臂的平面迴轉 把它摺90度摺過來 再來 利用上面這段手肘關節 往上摺 再來利用下手臂的平面迴轉 把它摺 轉 轉過來 讓這一塊車門板 跑到這邊來 好 那接下來就可以去 挪動它 把它往上 推 這樣 靠著 OK 手臂的變形就是這樣 那 這個時候後面這邊 卡扣會自動結合上 算是還蠻精準的吧 另一隻手臂 比照辦理 也因為它手臂是這種變形構造 所以它其實有一個小缺點 就是它 人形的時候整個下手臂內部都是空的 所以你如果 彎一個角度從後面看 會覺得它這邊空空的這樣 算是 算是一個小缺點吧 不過畢竟人家是要變形的 這也無可厚非 所以 從這裡來看看 然後它這個下手臂的畫 就是 木屏的景 我怎麼還聽這裡 你口就好 手臂就先這樣放著 然後頭要轉180度 把它的腳往下放 把它的天線 然後它的天線 我這一隻一邊比較鬆 可以很輕鬆的往下轉 另一邊比較緊 這個轉的時候有點怕怕的 尤其它這個腳啊 又尖又細啊 很怕玩的過程裡面 一不小心就把它碰斷了 它也沒有給你備份零件 QQ 腰部拉伸出來 然後身體背包這邊 它在這裡 是有一個滑槽 在這裡是有一個滑槽構造的 可以先把它往後推 推開這裡的卡扣 這樣子背包才可以解開 另一邊也是 這兩個滑槽要先把它往後推推開 這樣這個背包才可以解開 其實這一隻就跟小比利的變形構造 幾乎是一模模一樣樣 就有一些地方做的更細緻一些而已 胸口這邊打開 兩個輪子往下滑 這一塊把它往外拉 上面這個能源矩陣的地方旋轉 整塊在旋轉放下來 就變成車子的進氣口了 輪子這邊其實就是 從MP1.0以來 一直沿用到現在的經典設計 每次玩第三方的變形金剛 就會覺得MP1.0的設計真的是太厲害了 結果G1科博文幾乎到現在都脫離不了這個套路 這邊放下來打開 就是車門 然後 然後 這一坨亂七八糟的 這個時候頭 往下折下來 它的天線就是會這樣放在這裡 雖然有點可怕 不過到時候東西這一塊蓋上來的時候 其實它後面是沒有任何零件會碰撞到它的天線的 所以也不用害怕就是了 再來前面這一塊也先轉它的車窗 轉180度 就從沒有雨刷的造型變成有雨刷的造型了 然後車頭燈也變成長到內部去 上面這一塊蓋板再往下折 直接折下來就好 這個是跟小比利不一樣的地方 小比利還要再幫它往下壓 再往下折 少了一點步驟 好 然後這個時候可以先來藏它的手臂 手臂這邊就要注意 因為它這邊肩膀有一堆關節可以動 就都要捏一下捏一下 確保這些關節都 歸回到定位 算是這一隻變形上比較麻煩的地方 還有這個輪子往下拉的這個滑軌 也要確定把它往下推到底 這邊的空間才會是比較足夠的 把手臂放進來 這邊會剛好有一個卡扣可以扣住 另一邊 然後這邊就是NP科博文經典的變形了 這一片轉90度上來 那其實先收手臂都會有一點乾涉 不過沒關係 因為它輪子這邊是可以往下轉的 就輪子往下轉一下 讓開這邊的乾涉這裡就過得來了 所以我還是覺得會先收手臂比較好 因為會有比較多空間可以讓它的手臂活動 然後這一塊再往裡面壓回去 這裡跟這裡就有卡扣會去扣它 那這邊其實壓回去的手感是很滑順的 就是雖然它這裡有四個卡扣 可是就你也不用特地去捏那些卡扣 就是一推進去它就自動扣到位了 如果手臂的變形有變好的話 這邊會是很滑順的 背包這一塊就都跟小比利一模模一樣樣 上面這裡折一下讓它露出一個缺口 等一下可以跟後裙甲結合 然後這邊結合縮小它的背包 這邊比小比利還好的地方 就是它上面這裡過來 就比較不會被它的煙囪干涉 就是稍微扭一下讓一下就過來了 因為小比利它的煙囪是比較長的 大比利它煙囪就有做了一個縮短的機關 所以這邊變形就會比較順 我就是稍微扭一下手臂這些地方的位置 這邊把它放下來 這裡 推一下把它推進去裡面去 把它推進去裡面去 好就是 中間這一根桿子把它稍微往裡面壓一下 推下去 它內部就會自動扣到位了 很神奇的手感 這個背包往下扣 這個背包往下扣 這邊的卡榫把它扣進手臂 這邊稍微讓一下 好 來變下半身 後裙甲轉180度 這個缺口 來對這邊的缺口 直接卡上去 再來這邊 這個夾的油罐往前轉180度 然後去解開這裡的卡扣 然後去解開這裡的卡扣 這一步其實 就暴力硬扯就對了 那這邊變形就跟小比利幾乎是一模模一樣樣的 腳掌的變形有差別 腳掌這邊先直接整個把它往下折 折幾乎180度上來 先這樣放著 然後 這一片 把它折 折下來 露出它的車尾燈 這一片我覺得也是關節有夠緊 然後搓一下腿這邊露出這一片零件 這裡往外滑這個滑軌 這邊這個往外拉也是有點可怕 再來就是 它 剛剛解開這一片腳的面板的時候 它這裡 是一個T型的卡扣嗎 它不是方形的卡扣 等一下 這裡就是一個T型的凹槽 這一片 這一片輪子這一片會再跟這邊結合 那就是 會很難扣 算是我覺得這一隻最麻煩的地方 這樣子推進來以後 這一片 這裡 跟輪子底下會有一個T型的卡扣要互相結合 可是 因為它這個拉伸是做得剛剛好的 所以在這個時候其實會 沒什麼空間可以讓它這樣子上下結合 我覺得這個變形超級可怕 搞不懂怎麼會這樣設計 就是如果在這樣子硬掰的過程裡面 我把這個東西掰斷的算誰的勒 怎麼會 就是如果它是小比例的 那個尼龍材質的話 這完全沒有問題 因為那個尼龍材質很耐掰 可是 它大比例用的是又薄又硬又脆的塑膠材質 這一步就變得很可怕 那這個卡扣你 這樣子兩邊硬捏又是捏不進去的 它 因為它就是一個 它就是一個T型 你就是一定要上下扣 那你為什麼不乾脆設計一個方形的凹槽就好了 就 設計這個T型是為了什麼 為了 證明給大家看說你卡扣設計的很精準嗎 你有這個能力嗎 就怎麼會這樣子設計 好 這一步很可怕 然後我剛剛忘記把腳掌轉180度了 先把它還原先 腳掌要轉180度 然後再來鎖腿 然後再來 再來處理這個很可怕的內外掰的卡扣 啊 這一步真的是超級可怕 我如果不小心把這個拉伸的軸掰斷了 到底是算誰的 怎麼會這樣設計 啊 這邊我也真的是除了硬掰之外 我也想不出來任何的解法 可以去扣這個卡扣 啊 啊 好啦 這樣 這裡 再把它戳一下扣進去 啊 這兩片 這一片先進來 這裡會有一個卡扣可以結合 再戳一下這邊 那 先不要結合 先等等 來變另一條腿 一樣的 直接走下來 哇 哇 OK OK 那個卡扣 就其實 其實它人型型態 這一片 這裡就算做方形的卡扣 它這裡 這裡這裡 總共有三個卡扣欸 這裡做方形的 也不會讓這一隻變得比較不穩固吧 應該不用擔心它的結構吧 所以我實在是不懂它這裡為什麼要做T型的 就感覺它就只是 單純沿用小比例版本的變形結構 然後它沒有認真去思考說 怎麼讓它變形起來更順手更好玩 我覺得這個算是設計師偷懶的 啊 啊 啊 像這種地方啊 就 其實我 我 其實我這一隻 這些卡扣的地方 都有一些些白痕了 我就是 覺得這個設計很討厭 啊 像這邊如果扣不上去 可能就是 這裡 這個雙重關節沒有捏好 就再把它戳一下 或者是 或者是單純的就是把它硬式戳一下 戳過去 然後 再來 這裡 兩腿中間是有卡扣的 只是 因為 它的變形結構的關係 它 腿內部 其實 嚴格來講 它腿內部這邊都是空的 它沒有什麼 扎實的構造 所以 你要捏這兩個卡扣的時候 就會變得 沒有什麼失利點 你如果是從外面去捏啊 肯定是 你力氣根本就是傳 傳遞不到這裡 所以我剛剛這邊 腳後跟沒有先變 就是這個時候 可以稍微 戳開一下它的腳 然後直接捏著這兩片 把它硬捏進去 這也是我覺得這一隻在設計上 比較麻煩的地方吧 總之這樣子戳好以後 這兩片腿板 這裡還有一個卡扣會結合 就可以把它大方的捏下去 然後 腳後跟這個時候可以把它往上折 這樣變形就變好了 還沒 煙囪 往外掰 拉伸一下 讓它煙囪變長 再來是它的後照鏡 摳一下把它摳出來 然後這個後照鏡有夠鬆 怎麼會 你看我單純這樣晃 就可以讓這一邊的後照鏡變形出來了 怎麼會 犯這種錯誤 然後因為它這個後照鏡是連接在透明零件上 所以也不敢 低強力交強化這裡 因為這個一低下去 透明零件肯定整個瞬間白化給你看 呃 所以 呃 好啦 那車型就是這樣子吧 車門可以打開 打開以後裡面是密密麻麻的 沒有任何展示 畢竟它的變形結構就是長這樣 然後後照鏡 這個後照鏡真的是 超級嚴重扣分 扣分扣很兇啊 這也不是什麼多複雜的構造 怎麼會沒做好啊 不是很明白啊 再來要抱怨的點 是它這邊 這麼大一片這麼厚一片的塑膠 這邊 可以刻畫一些機械細節吧 怎麼會就是這樣子平的 呃 呃 雖然說是因為它是機器人的零件 啊 唉 好啦 然後 它還附了兩個 這個造型零件 可以在這邊扣一下 再強化一下它 一方面是再強化一下它 腿部的結合 另一方面是 有了這兩個零件 就可以分別對應到 NP10跟NP44的車廂 如果你有官方的 NP10跟NP44的話 就可以讓它有車廂了 不過 我兩隻都沒有 好 好 那就是這樣子了 呃 因為變形邏輯其實 跟小比利幾乎是一模模一樣樣的 所以這隻對我來講 算是比較沒有驚喜 不只沒有驚喜 而且我還很困惑 像這邊 為什麼會犯下這種錯誤 齁 再來也是像它 跨步這一塊 齁 就跟小比利完全是一模模一樣樣 它 我本來還想說它放大以後 這邊這一塊 後裙甲 就可以做更多的翻轉來填這邊的 這個 破綻 但它也沒處理 齁 所以我真的覺得這一隻 算是設計師很偷懶的作品了 就是 尤其是它這個薄萃的材質又很可怕 然後這邊的結合又很可怕 齁 所以這一隻就 我真的不是那麼的推薦 但是 以NP等級大小的科博人來講 這個可動度跟變形結構 也的確是非常厲害 那就看大家怎麼取捨 OK 那就介紹到這邊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掰掰